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在网路的迷失端 给你一份温暖的陪伴 欢迎订阅宝妮奶奶 给我支持哦 你好 我是宝妮奶奶 你知道奶奶有多开心吗? 看过我影片的人都知道 我很喜欢摩登兄弟留言 没想到奶奶生平第一次追星 居然追到被采访 知道采访我的人是谁吗? 一个是中国的二夫人 一个是在德国的月月 他们两个用视讯跟我聊天 因为二夫人在微博发起了挑战 说她要采访100个刘雨宁的粉丝 很荣幸 奶奶就是其中一个 三个刘雨宁的粉丝 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中国 一个在德国 躲着层层的海洋 因为喜欢刘雨宁 而相聚在一起 我们一起聊着刘雨宁 聊着聊着 分享着我们的幸福跟快乐 你知道吗? 不知不觉的 竟然讲了一个多小时耶 采访前一天 哦奶奶 兴奋得睡不着耶 幸运啦 真的要感谢二夫人和月月 因为喜欢刘雨宁 因为你们的采访 带给奶奶的人生一次 非常不平凡的体验 刘雨宁大鹏的粉丝 素质真的很好 她们无私的 为爱发电 散播欢乐 散播爱 当刘雨宁的粉丝 真的好幸福哦 哇 想不到采访结束 还有惊喜耶 另一个粉丝 就是晨晨 从中国寄来一个包裹 一个精美的礼盒 还用断袋打个蝴蝶结 好特别哦 真的很有仪式感耶 谢谢晨晨哦 打开礼盒之后 里面满满的 哇你看 都是刘雨宁的桌边耶 我做梦也想不到 我竟然收到 这么多的刘雨宁 感觉哦 我都被刘雨宁和刘雨宁粉丝的爱包围了 这三把小扇子上面有不同的刘雨宁 是晨晨所会的哦 她说她要画一百把的扇子 送给喜欢刘雨宁的粉丝 她有特别问我喜欢什么 依我的喜好 特制了这一把扇子 里面呢 有宝妮奶奶还有刘雨宁哦 后面你看 她留给我一些祝福的话 这把扇子里面呢 有一些窩心的小心思 最后再跟这些礼物一起分享给你们哦 这支影片是奶奶被采访的时候 测入的小花絮哦 完整的采访 可以到二夫人的微博去看 连点放在资讯栏里哦 里面除了宝妮奶奶 还有其他粉丝的采访哦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 测入的小花絮吧 很高兴认识宝妮奶奶 然后我们有看过很多年的视频 是非常非常可爱的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彭乃 是台湾74岁的彭乃 怎么叫彭乃呢 就是大彭的奶奶啊 也可以叫我彭上代哦 彭辉的孩子叫彭二代嘛 那彭辉的妈妈是不是彭上代呢 对的对的 没毛病 我74岁了嘛 在我74岁了 还能看到这个寄星的诞生 真的太神奇了 哦真的真的 但是我突然非常羡慕奶奶 就是被修生活 可以很好的考古 让我的老年生活 多了很多的乐趣啊 那就是当时 我为什么会想在她 做生日的时候 给她录制那个 生日主播的视频呢 我既然这么喜欢她 而且我自己有在拍影片 我也想来发个声支持她 一个这么好 这么脚踏实地的年轻人 真的你看她一路走来 看她那这么多影片 她拍的片她唱的歌 我觉得她真的是 是现代年轻人的楷门 大家应该多跟她 学习她这种精神 我不是这样去黑她 我觉得很不好啊 我们那个时候 没有做一些视频 所以当时有看到 你录的那个视频 哇塞 对 非常非常深刻 对 然后等我发起这个挑战的时候呢 就有人来推荐 说能不能采访一下 那个宝妮奶奶 然后我说 哎呀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联系她 然后 然后他们可能就帮我去联系了 Emily 然后说可以 哇好开心啊 真的是 我也好开心哦 能接受你们采访 是我的荣幸啊 就感觉我们的这个 粉丝之间的交流 也是很开心的 然后我也听说 现在你是有想要进粉丝群 对吗 对 我已经有申请了 我叫我女儿帮我申请了 你就是账号 你还没进粉丝群 这样哦 哇靠 因为你们那个微博 我搞不清楚吧 我希望赶快赶快 进入她的粉丝群 她可能也会在群里发一些信息 就是外面是看不到的嘛 所以这样的话 会感觉跟她有在交流 对 就觉得说更进一步的交流 就是因为您说 刘雨宁和您的儿子也差不多大嘛 是的 所以如果说 如果刘雨宁是您的孩子的话 你最想对她说些什么 能坚持自己的理念 这样一路走过来 真的 如果说我是她妈妈的话 我是看得真的会心疼 我的孩子能走到这样 我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我当然是希望刘雨宁 在百忙之中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看她这样走路都边走边睡觉 看得真的心疼 如果很忙的话 有时间的话 尽量都睡觉 暂时没有直播也没有关系 等到她有空再来直播 70岁的奶奶在养老的时候 我也希望能陪她走下去 陪到我走不动的一天 但其实我觉得 我说是我在陪她 其实是她在陪我 喜欢刘雨宁这件事情 对您有什么样最大的影响 或者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 我的生活更开心 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就会去划微博 划一划 看有什么新的news 我最近迷上了她的再回首 百听不愿 我可以重播一直听一直听 好 现在她又有天行剑 开始推理2 她现在在录的书卷一梦 看到她演两个角色 她两个装扮太酷了 看她这个服装真的太帅了 是的妆作非常漂亮 对好期待喔 从一月份 就从年上一次录视频的时候 到现在 您有觉得心态章有什么配合吗 就是会越来越喜欢她吗 当然喔 看了那么多她的直播 我觉得她是个人物 一般追星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在追 像我这种年纪的追星很少吧 我之前拍那个影片 在留言的人 在底下留言的有很多老文家 这也不分国际喔 对于您来说 就是像您这样的一个年纪 然后开始追星的话 您觉得就是说 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 就是因为您也说了很多 她的好 或者是您喜欢她这样那样 但是您觉得就是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快乐 快乐 我天天开心 这些是晨晨送给我的好多刘以宁喔 还有这三把扇子 是晨晨所会的喔 这把扇子呢 是独一无二 专属于宝妮奶奶 还有刘以宁喔 晨晨有先问我 奶奶喜欢什么 我说我喜欢有下雪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边不会下去 还有呢 我喜欢丹东的银杏大道 嗯 喜欢刘以宁 现在正在拍的 书卷于梦的蓝横的角色 穿的那一件 毛领的大披风 然后晨晨就帮我画了 下雪的天 哎呦 好冷喔 我在室内坐着 靠着窗 看着窗外 白雪纷纷 旁边 还有可爱的Danny 穿着一杯 热腾腾的咖啡 还冒着烟喔 在旁边陪着我 好温暖喔 帅气的刘以宁 穿着我喜欢的毛领披风 来到窗前探望我 神气缓缓的跟我说 解天衰美 不要贪凉 喔 奶奶全身都冒出了粉红泡泡耶 晨晨 你也太厉害了吧 比刘以宁 更会撩人耶 撩着奶奶我 心花怒放 小怒乱撞 心脏碰碰碰 不行了不行了 好多毛发帮 跌心了心底 晨晨 还好你画的是扇鼠 可以让奶奶降温一下 看你下个扇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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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晨 你画得实在太棒了 唉 让我平复一下 扇子的背面 还有晨晨 特地用团体制 给给奶奶的一些助 保妮奶奶 最新是对一个人的欣赏 和一群人的狂欢 教您 带着象征长寿的银庆叶 去我们送起最美好的祝福 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开心 谢谢你们 奶奶收到了 好开心哦 我会带着你们的祝福 健康快乐 每一天 这是刘雨宁粉丝鞋的毛笔字哦 抠土后做成黄色的钻带 是刘雨宁大棚的模范们 去应演的时候 都会带个标准配备 这上面呢 有两句口号 往后遗生 唯爱摩登 一生所爱 与您同在 等刘雨宁来台湾 去应演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一个 云法奶奶 绑着双马尾 细着两条黄钻带 那就是我 保妮奶奶奶 记得跟我打招呼 生滴照片耶 好神奇哦 奶奶还是第一次看到耶 有白愁飞 浩都 肉明溪 灵眼桌 碧琳 哇 每一个都好酷哦 这个是现在正在拍的 出远于梦 有贵气的蓝痕 和带点神秘感的 零十六哦 两个亮晶晶的刘雨宁 摸起来质感很好哦 好大一张哦 比我的脸还大耶 尺寸很大哦 这是小林拍一念观山的时候 跟可爱Demi的火灶耶 Demi可以这样黏着哥哥 你是不是很羡慕啊 这是刚刚拍完的 猪脸玉目巨大 小林在里面演一个珠宝商 很有钱的商人哦 这是书卷黎梦的手持横幅 还是双面的 比我还宽哦 我已经看到了 小林的十几套服装 他那190的大长腿穿起古装 乌黑的绣法 性感的腰身 飘逸的长裙 一面走来 哇好好看哦 好鲜呀 让我好期待书卷一梦 还有贴纸哦 这是今年 刘雨林去迪士尼玩 穿吊带裤的造型 粉丝们忍不自得把它做成的Q版贴纸 有做在房后椅子上的 有吃鞋膏的 还有拔石中建的哦 没有嘴巴的凝宝小可爱 好萌呀 这是金光闪闪的 刘雨林相关的文字贴纸 我会把这些贴在我喜欢的地方 不管走到哪里 都可以看到刘雨林哦 这两张照片好特别哦 有没有看到 浅浅的图案 那是晨晨用手绘的 一百把小扇子和刘雨林合成在一起 很有纪念价值耶 这四张小照片 可以放在皮夹或者票夹 随身攜带 奶奶可以带着帅气的刘雨林到处走哦 因为这一次的采访 我认识了二夫人月月晨晨 谢谢你们带给我的爱和温馨 非常感谢你们 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 我真的深切的感受到了 刘雨林大奔火魔灌人 那种凝聚力 就像刘雨林一样 软的烫人 我做这个频道 到现在录影的当下 已经满四周年了 刚开始的初风 是不希望我的孩子像我一样 想念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的时候 只能去翻照片 我想留下我的声音和影像 陪伴他们 其实多了 反正比较迟钝 讲话也不是那么流利 有时候你们看我的影片 几分钟而已 可是我背后要做很多的努力 像我要讲内容啊 想要怎么去表达啊 要繁复繁复的一直面子 在我录影的时候呢 一直NG NG到我自己会生气 气到哭 有一段时间真的很迷茫 我自己都想放弃 如大梦一朝 今朝醒 真的谢谢你们 此月观山 有憾 无悔 就像刘雨宁说的 台上一分钟 台下六十秒 从我喜欢刘雨宁 看了她那么多的直播 听她侃侃而谈 她人生的故事 我真的被她激励到了 也被她的人口魅力感染 我希望我可以健健康康的走更远的路 现在在看我影片的朋友们 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在网路的一端 给你一份温暖的陪伴 你快乐吗 我想留下更多的作品 这也算是我晚年的人生成就 一次爱马修 是有语言 想好了 下一次 再度冲相逢 我听人说 思念向风 能去到任何地方 我希望风起 看你 却更希望风停 都说思念无声 但幸好思念无声